今天这厨戏如果还在外忙碌 无法返家团聚吃团圆饭 那么如何自己也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料理 做出有黏味又健康的黏菜呢 新男主厨江伟文有示范 过年大家围炉吃团圆饭 但没办法返向了游子 一个人想感受黏结 新男主厨江伟文推荐您几道简单料理 其实新生鱼用任何的白鱼都可以 那我觉得鲈鱼最好了 新鲜七星鲈鱼放进滚水中 蒸个五到六分钟 再把事先准备好的辣椒 香菜 蒜末等配料 加上鱼露 柠檬调配 这时候的鱼它非常热 就像你做蒸汽式一样 你的毛细孔都张开来了 所以这时候你要把你的酱汁赶快淋上去 接下来放进锅里蒸个半分钟 等味道融合 泰式柠檬鱼就完成了 那我们需要一点肉丝 一点笋丝 然后一些青葱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雪梨红 加入高汤以及宁波年糕一起煮 肉丝算熟了 可是你要把肉的味道煮进在汤里面去 所以最后的大概一分半左右 你就把肉放进去 完成后 乳染的年糕搭配雪梨红肉丝等配料 吃起来口感独特 有人是无法返乡过年 吃一人份年菜 但也有人是全家围炉 难免有剩菜丢掉可惜 不妨换个做法又是新菜色 通常鸡胸肉家里的小孩都没有人要吃 那妈妈总是不能一直求菜味嘛 吃剩的鸡胸肉剥成丝状 加上香菇 红萝卜 豆干 芹菜等配料 入去下锅炒 再加上调味料 简单几个步骤就完成了 因为它有了那个酱香气去点缀啊 所以家里的人就可能会觉得它比较下饭 这时候呢 完全这个食材就不会被浪费啦 花点巧思让剩余年菜有新变化 不再是原本的大鱼大肉 吃起来身体没负担 TVB的新闻 严瑞生奖金为蔡明娟 台北菜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